大家好 借過各色蓮花後 桃園市的張山珍也和小朋友 一同踏上大王連 體驗漂浮在水上的特殊感受 2024桃園蓮花季 上週末在觀音區蓮花園休閒農業區熱鬧登場 桃園市長張山珍也特地前來 不僅能欣賞各式蓮花 品嘗蓮花餐 還有音樂表演可聽 和以愛情為主題的裝置藝術可拍 多元體驗讓張山珍也邀請全國各地的民眾 前來欣賞美麗蓮花 品嘗觀音優質瓜果 今天是我們觀音區一年一度的大事 也就是蓮花季的開幕 那麼再到這個會場路上 其實路旁邊已經開滿了綻放的蓮花 非常非常的美麗 那麼蓮花是花這個觀音區的特產以外 觀音區的農業還有很多很多有特色的 瓜類像是西瓜等等 也正在是豐收的季節 所以這個時候請我們所有桃園 甚至不只桃園 我們所有這個北部鄉親 台灣的朋友 一起到這個觀音來欣賞 這邊美不生瘦的蓮花 還有享受我們這邊非常美味的 瓜類果實 西瓜 香瓜等等的 一定不失所望 蓮花園休閒農業區總幹事也介紹 由於提前先種目前的花礦很好 不僅遊客中心特別種植的香水蓮盛開 周圍的蓮花田也都是盛開狀態 更能看到蓮蓬和享用蓮寺餐點 也可以申請導覽來更了解生態知識 不過他也提醒民眾 蓮花在清晨五六點便會陸續開花 接近中午左右則會閉合 想要賞花和拍到美照的朋友務必要趁早 觀眾來在遊客中心附近 我們這七公頃 同時可以看到經濟蓮的一個部分 可以看到觀賞蓮的部分 那如何透過經濟蓮跟觀賞蓮 去看它的實用價值跟經濟價值 其實在這裡就很容易體現 所以你來的時候剛好會有蓮子的 可以吃蓮子冰或蓮花餐 荷花第一天開的時候大概在五點六點就開了 開大概兩個小時它就會閉起來 第一天的喔 第二天的花可能開了四個小時才會閉起來 第三天的花就有點老了 變成要變蓮蓬了 它可能開六個小時就慢慢不會閉了 所以我們如果睡個早上睡到十一點來的時候 不好意思你大概只看得到三分之一的花 所以你只有在最清晨是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的花 同時開是最漂亮的 所以大概在八點以前 而七月份也正是觀音區西瓜盛產的季節 蓮花季現場也設置了瓜果長廊 並擺出大西瓜彩繪來促銷 觀音區農會總幹事也推薦 這裡的西瓜甜度都十分高 來觀音賞花的同時也別忘了來品嘗夏季特產 我們觀音其實農特產非常的多 包括我們現在正在盛產的西瓜 其實我們的西瓜其實是以新藍為主 就是黃色的木瓜肉的小西瓜 那我們小西瓜吃起來是會甜又是會脆 以前的人說西瓜十一度十二度很好吃 現在我們的西瓜甜度一定都到達十三度 所以如果你們來吃的時候一定會感覺到 吃過觀音西瓜 可能你會覺得其他人西瓜可能不是這麼好吃 我也希望歡迎所有的觀眾朋友 可以到我們觀音來選購好吃的西瓜 蓮花季展期從即日起到8月4號 農業局也準備一系列精彩表演 還有電子集張送好禮的活動 是否歡迎民眾前來賞花拍照品嘗在地農特產 介紹的一題台灣報導